除了刚才说到的俄罗斯2024年会有大选 像一些美英的西方国家 他们在2024年也会进入到一个选举周期当中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 其实俄乌冲突是他们政治外交 甚至军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那如果俄乌冲突继续外溢的话 对于他们2024年的这个选举周期来讲 又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其实乌克兰危机的延荡升级 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我们看到不仅此前的能源经济 包括接下来社会政治各个层面 实际上也都不会不断的经受考验和冲击 尤其是我们知道明年 美英这两个西方大国会迎来选举 同时欧盟明年也会换居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尽管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 对现有的政府的政策 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的 但是接下来如果我们看到 暂时延荡升级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 这些国家的自身安全的时候 我想对民意的影响是会很大的 同时我们知道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下去 经济社会层面的影响继续被放大 比如说通货膨胀 能源短窃这些问题 如果又重新回来的话 毫无疑问在政府换届的过程中 民众就会通过投票 通过各种方式的表达意见 而想要得到政权的这些政党 也会利用这种 比如说政策上的问题 或是立场上的一些差异 来体现出他要改变政策等等 你比如说现在美国 实际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共和党内部的特朗普派 实际上现在在对乌克兰政策上 就提出了很多和拜登政府不同的主张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想对美国来说 对西方国家来说 他必须得保持平衡 就是乌克兰危机战场上的这个节奏 和他们国内的这个政治节奏之间 他要保持某种平衡和相互协调 否则的话 他就会出现 有可能危机持续下去 甚至升级的风险扩大以后 反过来会对他选举的时候 给他执政党造成不利的一些局面 那反过来如果执政党下台了以后 对乌克兰的政策难以延续下去的话 那反过来又会动摇 比如说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士气 或者说这个军心 所以这样一种相互 可能会产生影响的这个格局 接下来就会给西方政府 在决定延续乌克兰 对乌克兰政策 或者说保持某种常态方面 提出了更多政治上的挑战